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试驾现场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唐蓬轩 那这一台就是我们的新朋友领克09 那么作为领克品牌的家族旗舰SUV 那这台车也是出自于SPA平台 同平台的车厅还有什么 沃尔沃的XC60 XC90 S90等等等等 都是沃尔沃的全头产品 所以这台车的表现或者说性能表现 也相当令我期待 还是先说配置 领克09全系一共三款配置 除了最低配之外 其余两款都支持6座和7座两种座椅布局 动力部分它是一款M11V车型 搭载的是一台2.0T的沃尔沃发动机 匹配48V轻混系统 车身尺寸肯定是不小 车长达到了5米04 轴距也有2米98 那么更有趣的一点是 它的车身比例很有豪华车的感觉 我这么说也不是没有原因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A柱下端 跟前轮的距离比较长 那么驾驶员几乎坐到了前后轴正中间的位置 车尾的后旋也拉得非常修长 这个比例就完全不是那种使劲压榨空间的这种设计 我个人很喜欢 那么细节部分也有一些小心思在里面 比如还是侧面 B柱C柱 以及门把手收起来的时候 会形成一个非常光滑的平面 看起来是有些高级感的 那么往下看的就是这个 20英寸的铝合金轮圈 匹配275宽度的 马牌UC6轮胎 这轮胎其实静音性 抓地性表现都不错 那么20英寸的轮圈 放在这辆车上 我觉得一点都不显小 而且这个扁平比也能兼顾一定的舒适性和滤震性 那么21英寸轮圈 可以选 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够用了 回到车头和车尾先说车头 那车头最明显的还是领克家族式的分体式大灯 匹配了一个矩阵式LED大灯 晚上这个像素灯光铺开的时候 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么进气格栅 如果您往里看啊 这个位置是可以选装主动进气格栅的 当然这个配置会绑定空拳架一块选装 这台车很遗憾 没有选装 但是它的底盘表现 我相信也值得期待 那么车尾呢一看尾灯就知道是一台领克 里边这个灯块发光块的造型也是很精致 往下后包围的两侧是流水转向的一个转向灯 以及四个真的可以冒烟的这个排气管口 那么这时候如果您俯下身去再往里看 就能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结构 没错就是后多点杠架 然后匹配的是复合材料的叶片弹簧 其实这台车它整个悬架系统的铝合金 用药比例达到了48% 叶片弹簧呢也给车内提供了更多的一些空间 当然它的悬架形成啊 我个人还是有些怀疑 别着急 放在后面的越野环节里面 我为大家验证一下 那么旗舰车型嘛 内饰的档次感一定是有的 材料上你看基本都是软质 然后皮革缝线包裹对吧 Bose的音箱 往后看就是方向盘 当然转向柱上还有一个驾驶员的监测系统 这套系统啊特别好用 因为举个例子 前天我开完一天车已经非常累了 回家路上我就经常的去眨眼 这时候它真能准确的监测到我面部表情 或者说是眼睛属于一个疲劳的一个状态 这时候呢它会主动释放香氛 然后呢这个安全带会脉冲式的预警 提醒我换起精神 这个非常的好用 然后再往后呢就是这个方向盘 方向盘其实握杆握圈的设计都不错 但是它这个触风键啊 我觉得不好用 首先这个触风键方向上没有任何标识 然后你滑动的时候没有反馈 然后按压的时候还不错啊 质感比较细腻 但是呢在你播放音乐开车的时候 你手掌这个位置啊 非常容易误触 误触它就会自动切到下一首歌 比较别扭 而且方向盘调节也很别扭 它没有一个实体键 你需要在中间这块屏幕里边 找到二级还是三级菜单 然后再回到这儿 用这个触控键的控制区 去调节方向柱 有些不方便啊 回到这块中控屏 这块中控屏啊 它的反应速度界面设计都非常的漂亮 但是同样存在一些应用度上 有在提升的地方 就是它的很多功能啊 不够直观 比如我想进入车辆设置 我得首先找一个车辆设置 然后进入之后呢 能看到一辆车摆在这儿 那我也看不到任何选项 我转动这个车的时候呢 只能一个一个的去找我需要的那个选项 踩到完 那这个就需要我在驾驶 或者是停车的时候 占用大量的精力去找它 我这辆车已经开了三四天了啊 我现在还是觉得它不太好用 那么另外就是在车内这些需要调节的部分 同样 它会模拟出一个座舱的画面 但是呢 你可选择控制区的位置啊 比较少 而且它的触控点的标识特别不明显 尤其是方向盘调节这块 正好处在一高光上 我看半天都没找到它在哪 所以这东西啊 我希望在后期也对它进行一些软件上的升级 会好一些 那么在下就是这个自动空调的控制面板 两侧有一个实际旋钮 并且呢 你可以在旋钮上的小屏幕 滑动去寻找这个方向盘加热跟座椅加热通风等功能 很好用 那中间这块屏幕呢 你也可以左右的滑动 滑动来控制第三排 以及第二排和第一排的空调 但是我觉得这些虚拟控制件的码放 可能缺乏一定的规划 然后我在找的时候也会占用很多精力 所以空调以这个车机系统啊 比较依赖 语音控制 好在它的识别率还不错 那么座椅呢 这台车的座椅啊 首先它的坐垫有点硬 包括靠背也是 不过靠背对于后背的支撑度啊 比较平均 所以舒适性 长时间乘坐呀 问题倒不大 当然它的座椅如果再软一些 肯定会更好 功能方面呢 支持两档机翼 主驾驶 同时呢 加热通风都有 也有按摩功能 多种按摩模式 这点做的不错 可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当我设置 座椅机翼的时候 比如下一次我戴上车 按一下我的机翼位置 调好 座椅以后发现 它的后视镜位置 不是联动的 每次换一个驾驶员 都需要再调一遍 有一点不方便 那我186身高 坐在前排呢 头部还有一拳的空间 这个空间呢 非常的宽裕 也符合这个级别的表现 第二排 第三排怎么样呢 这第二排啊 有一特有意思的事 就是它座椅 比第一排还软 还舒服 那么配置方面呢 它支持这个座椅加热 四个空调出风口 当然空调也是独立的 对吧 门板上隐私玻璃 还有遮阳帘 右边这一侧 还有老板件功能 我的身高坐在这呢 头部差不多是四指 腿部一拳 当然这是座椅 最靠后的位置 它是电动调节的啊 那么第三排呢 现在肯定没法做人了 我现在给它调到 留个一指的空间 然后我再去第三排 给大家体验一下 这个中间的凸起啊 导致你脚底下 你看这脚 它不好 不好转 所以这块特别难受 坐在这以后呢 我现在这个膝盖啊 已经完全顶到 第二排的靠背了 当然它靠背是软的啊 然后头部倒是 还有个抑制的空间 坐垫啊 特别低 我这个腿都是传着呢 而且也有点平 坐垫跟靠背的柔软度 倒是不错 所以说这个位置啊 我这身高就别想了 还是留给咱们的青少年朋友嘛 领克09在马力机上测得了 150.3千瓦的实测进攻率 除以名牌进攻率的 187千瓦之后呢 得到了85.2%的发动机能力达成率 那么实测轮上攻率呢 是129.4千瓦 轮上传递效率是78.7% 不算高 那么实测扭矩呢 是358.9牛米 比标称的扭矩大了8.9牛米 领克09允许以最高 2500转以上的转速起步 放开刹车后 动力结合比较柔顺 当然在四驱的帮助下呢 四个驱动轮也没有任何打滑 那么变速箱在全油门的时候 会改用换挡更快 冲击感也更明显的换挡策略 最终加速用时7.73秒 对于两吨多的体重来说 够意思了吧 跑得快还得站得住 我们对领克09进行了连续十次制动测试 平均制动距离为38.3米 全力制动的时候 底盘稳定性还不错 并且热衰减的现象也不明显 迷路项目呢 由我们的专业车手王涛进行测试 他表示呢 首先领克灵警由于出色的配重 它的转向响应速度非常的好 同时底盘比较坚韧 那么即使后减轻器的行程比较短 但是呢操控质感一点都不差 ESP介入之后呢 不会跟驾驶人较劲 这一点会给人很好的信心 那么A道进入B道的时候 车辆的操控感也非常的棒 那么ESP激活并开始制动的时候呢 会有效控制它的车速 即使悬架行程比较短 车轮发生了离地 那么呢最终它的通过车速 也达到了76.48公里每小时 首先一上车啊 就是事业上有一种开大车的感觉 为什么呢 就是你往前看 这个发动机舱盖啊 特别平特别宽 你都能看见呢 开着就有一种大车感啊 这个满足感还是有的 然后两吨一的车 254马力 356米啊 刚才这个咱们测试 也交代了7秒7的加速 这个速度 对于这个GV来说 肯定是完全够用了 并且呢 它的扭矩输出转速比较靠前 所以在市区中低速车速内 也不低了100以内 基本上你每一脚 都有比较澎湃的动力感 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当然这个变速箱的 持比规划得也很好 基本规避了低转速 没有劲的那个区间 然后48伏的加入呢 也提高了发动机转速的响应速度 所以这台车的动力开起来 就是特别跟脚 很舒服 但是呢 100以上 你在追求那种 像250多马力 什么刚炮的那种 怎么说呢 那种激情 或者是那种刺激感 那肯定是没有 然后转向呢 转向力度啊 很轻 然后有一定的阻移感 但是它随角度的力度增益 不明显 并且呢 转向比也比较适中 转向不拖沙 所以这辆车呀 操控起来很跟手 很好开 但是你也别指望 它能提供任何驾驶乐趣 那么隔音呢 对于前排 第二排的这个双层隔音玻璃 车厢对于环境音的隔绝 还是比较到位的 并且高速寻航的时候 发动机的声音也不明显 主要啊 还是胎噪最明显 当然120以上的时候 这个后视镜出的风噪 也会越来越大 但是整体表现 比如哈兰达吧 哈兰达它属于内燃机 介入之前 车内的静密性 包括底盘质感都特别好 一旦介入 马上就出席了 这辆车不是 这辆车很均衡 8AT的变动机 爱信提供的 它的换挡平顺度 没有任何问题 包括堵车时候 走走停停 也没有任何闯动 或者什么情况 然后当然换挡的速度 也是平顺性取向 但是它逻辑做的特别好 怎么说好呢 首先就是你在经济 或者舒适模式下 我一半油门超个车 对吧 刚超完车 油门稍微收一点 马上砰 跳高一个档位 当然无论在任何驾驶模式下 如果你突然 油门到底 或者伸油门 变速箱也会立刻切换到那种 放弃换挡平顺 求速度的换挡逻辑 那么不同驾驶模式之间 它的转向力度 悬架的软硬度 其实改善不是很明显 最明显的就是发动机的转速 运动模式下 发动机的转速会提到2000以上 刚刚进入最大扭矩期间 这个时候你的每一脚油门 都会有更加积极的动力响应 以便于你提高你的驾驶节奏 那么底盘部分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厚重感 或者说是合理感的 就是路面那种高频的碎震 会抹得比较干净 然后保留一部分路感 你能知道这个路面 是粗糙还是平滑 也就是这个程度 然后面对这种比较大的 颠簸的时候 比如解租带 然后凹下去的井盖等等 你会感觉这个 悬架的运动 非常的干脆利落 就是砰砰两下就过去了 整体感特别强 跑高速的时候 直线稳定性也不错 虽然侧倾比较大 但是整个车开起来比较轻化 这辆车其实开起来的感觉 就是很顺手 并且它会降低你驾驶的参与度 我觉得这个调性 放在这台车上 没有任何毛病 48V并不能直接改善 这台车的油耗水平 但是它可以极大降低 启停功能的噪音和震动 并提供滑性功能 所以也算是对油耗有一些间接的改善 那么这台车 它在30公里每小时的平均车速下 取得了9.38升 每百公里的成绩 还算不错 领克09的驾驶辅助功能 相当好用 首先自适应巡航 对于前车速度变化 以及其他车辆 加塞的动作捕捉及时 加减速的反应也很柔和 那么车道居中功能的准确度很高 甚至强于相当一部分驾驶员了 那么同时它的路况提示也会和GPS联动 例如前方即将经过学校的时候 HUD中也会做出提示 总之这套系统让人非常愿意经常使用 那么领克09采用中央多片式滴和前后轴开放差速器的死区结构 在滑轮组这个项目中 车轮刚刚开始空转的时候 电子下滑就会积极介入 并且力度和渐进性也非常不错 无论单前还是单后 在短暂挣扎之后都可以顺利脱困 相对于它的定位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36和42度坡都没有对领克09构成任何威胁 凭借宽大的轮胎和充沛的低速扭矩 只要身踩油门就可以轻松爬上没有任何打滑 同时全景影像和透明底盘功能 也在车头朝天的时候 给驾驶员提供了非常有效的盲区视野 但是我要吐槽的一点就是 它的陡坡缓降功能需要在车辆设置菜单里手动开启 有点不方便 出色的轮距和胎宽呢 让领克09轻松通过的策略项目没有任何打滑 那么在蝴蝶谷项目中呢 即使后悬架形成偏短了一点 但是得益于有效积极的电子线滑 也是轻松通过 那么可惜的是在馒头包项目中呢 由于离地间隙的问题 在第一个包的时候脱底 导致未能通过有点可惜 那么说到最后也简单总结一下啊 首先作为一款中大型SUV领克09 它在整个动力质感 我指的是动力性 平时性 底盘质感 脱困性等等方面的表现 面对同级的海外对手是绝对不输的 甚至还有优势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那么作为品牌旗舰来说呢 它的配置舒适度 或者说诚意也摆在这儿了 很清晰 对吧 不足也很明显 就是它的第三排空间确实不算宽裕 当然您要是家庭成员里边都是我家而大个 您也直接买MPV了 还有就是车机系统确实不好用 会过多的分散驾驶员的经济 这一点呢 当然后期通过软件升级 也比较好进行改进 希望能快一点 那么推荐车型呢 我个人比较推荐全系的中配车型 因为中配啊 比顶配便宜 三万五 差的只是一些 比如记忆泊车 遥控泊车 第二排座椅 加热电动调节 第三排电动放倒等等等等 这些功能我绝对啊 不打紧 毕竟三万五呢 对不对 至于纠结要不要选空气悬架啊 我跟您这么说 这套底盘的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 省钱的两万多干点什么不行啊 对不对 得 那这期的市价现场就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汽车之家摩托车库正式上线了 下载最新版汽车之家APP 进入选车频道 点击摩托车库 看图 查价 查配置 做对比 众多工具任您选 快来体验吧